2009年,著名校生演员李文华老先生去世之后, 小媒体就李文华去世前一年,才得以举行到施马分立仪式发表评论, 校生界的尊谱,复杂的可曼日中学校课书, 并来对任何学们的逻辑与记忆能力, 他依然对这个圈子分为归虐, 因为今晚,却也是这个圈子质疑的图层和最光的钥匙, 一具最光的钥匙,终于表明作者立场,所谓的失诚, 像如今很大程度上,已成为圈梦伦俐的大戏, 对于观众而言,谁能在舞台上耍得了活, 就认谁,李文华和江坤, 曾是著名的老少佩士啊, 马分立很早就表达过是李文华为徒的力量, 李文华自然是求之不得, 但因人从中作梗,直到马分立老爷子去世, 此事都一能得行, 也就是说,到顺势举行前, 李文华在笑声圈里送海青, 只能有失诚的笑声演员, 甚至都算不得笑语的人, 但是,这又如何, 更必妨碍李文华, 成为交易互小的笑声演员, 并不能阻碍观众喜欢这个看起来呵护, 满脸褶子,经常是一些捏呆服的老头, 也就是因为和李文华行为的老少佩, 江坤才第一次真正找到了自己的舞台带路, 两人合作的响入飞飞, 如此正向, 时间已兴充, 无一不是扩制人口的经典作品, 而李文华真正开始说笑声, 是从1978年和江坤合作开始的, 那时候, 他已经是51岁, 能搭档个人说笑声, 对于这个二人笑声一辈子, 却还能能真正说笑声的老头来说, 已经是最大的幸运了, 他不奢求自己出名, 他对江坤说过, 我在舞台上时间不多了, 在我的晚年能把你带出来, 一直抱到我不能够了, 我就满足了, 而幸福是, 才不到八年时间, 李文华的舞台生涯就不得不终结, 1986年, 他做了和头前切手术, 可就是这八年时间里, 李文华和江坤合作, 创造了一出出经典, 成为当时宏集全国的演员, 当时, 李文华经常去天津马芳利家庄拜访, 请教问题, 因为欣赏李文华对笑声的征求合作人的政派, 马芳利表达了任意生徒的想法, 但笑声界的一位玄武员是, 却马芳利顺重考虑, 一生精盛苦闷, 处事景小圣彬的马芳利, 不得不将此事搁置, 直到2008年, 李文华逝世前五年, 在江坤等人的帮助下, 当时马芳利一事得以举行, 很少参与宣问事业的马芳利儿子马志明道场, 当中证实, 父亲马芳利, 很早就承认李文华为徒, 至此,李文华老先生, 才算真正就有所谓的相声江湖, 除了李文华, 并无论就是天津相声演员杨尚华, 杨尚华七十年代, 将令天津设取一团, 直到九十年代初, 因为作品《库梦冯冲》, 将近六十岁的杨尚华, 以一个面后老头的形象, 为当中熟知, 此后, 杨尚华和儿子允议又合作了不少作品, 父子奥连在马芳利从逆八十周年, 即告别舞台演出时, 当台表演的吉他相声, 至今仍在网络传播, 金融人消养会, 邀世还邀请了这位将近九十岁的老人, 和儿子和说相声小段欢歌笑语, 即便如此, 宣问有些人, 却还是在拿市场拿工金杨尚华, 杨尚华年轻时曾在长年恩创伴的启明卡设法杂工, 当时长年恩叫杨尚华带自己的孟夫郭榮喜雷诗, 但因为种种原因, 此事没有成形, 后来, 调至曲艺团后, 杨尚华才口头带了郭榮喜雷诗, 对于这段诗诚, 常家人都是承认的, 当时原大末, 对今时杨尚华, 由于导致被试币的身份, 在和宝林家常驻, 马赛利整理相声谱戏时, 也将这段关系列了进去, 但还是免不了一群人拿这些十四文章, 马志明, 黄足明, 李文华, 和杨尚华之外, 马志明搭档黄足明的失诚问题, 同样命运感慨, 和马志明搭档前, 黄足明曾经是制药厂宣传战部, 1987年, 新人介绍, 黄足明开始和马志明搭档, 两人一合作, 就是三十多年, 刚开始说相信时, 黄足明还是制药厂宣传的身份, 经常是晚上到马志明家开始学习, 但回了家, 已经是大半月, 与命运演员的身份, 搭档专业演员, 不仅让业务上好, 还要配合对方的时间, 其中的困难可想而知, 可就这样, 黄足明坚持了十年, 十年后, 才算掉进了天津市取义团, 喜欢马志明的人都知道, 就为上马远信葛耿直, 信信丰刚, 有礼仍不信说子, 可举起黄足明, 马志明对他的人品确实欣赏得不得了, 马志明曾经说过, 他这个人此轴, 就是一个轴子, 认真, 有一些眼红的同行, 企图能远出自己的事挑拨他们, 你能远出一场, 证明给你多少钱, 结果, 被黄足明一句话淹了回去, 每次领钱都是我序列, 我坚守, 这一给我多少, 他都给我, 他愿意, 我都给他, 我也甘信, 我们俩不分彼此, 关于黄足明的失诚, 马志明曾经对媒体说过, 他是我承认的徒弟, 而黄足明, 也是马志明唯一的亲授弟子, 但因为没有举行传统的摆制, 没有传统的引导, 但方式在场, 一些人就不承认这段失诚。